女孩在水池里面捡到一枚格外精致的戒指 突然出现了妹妹抢走了戒指 姐姐正要追过去 就看到二楼的窗户突然间自己打开了 姐妹俩争夺戒指是惊扰了画家父亲 父亲把他们赶回房间 随后竟听到楼上响起了女人的声音 她来到房子二楼 发现走廊镜头出现了一副奇怪的女人画像 一道白影在悄悄朝她靠近 但当她转过头去 身后却只有一个女儿 画家让女儿快回房间 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能打开房门 这是她身后的画像已经变成了一面镜子 房间里突然暗了下来 一扇紧锁的门开始颤动 似乎有什么即将破门而出 几十年后 刚参加完前任葬礼的小美 偶遇了阔别数年的闺蜜 闺蜜的脸色十分苍白 甚至在即将离开时 突然两眼以黑潮身后倒了下去 小美连忙扶住闺蜜 因为担心闺蜜的身体 小美决定去照顾她一晚 闺蜜现在的住处十分偏远 是一位知名画家的故居 死气沉沉的房间里面挂满了画家的真迹 其中一幅画生命 画着画家和她的两个女儿 小美靠近观察着那幅画 突然发现画中画家的眼睛里 有一个白衣女人正在朝自己走来 怪异的感觉一时而时 小美跟着闺蜜回到卧室 闲聊了几句后 闺蜜打算去厨房做饭 考虑到闺蜜的身体状况 小美主动提出帮她做饭 她来到厨房 发现冰箱里只有鸡蛋 更离谱的是这些鸡蛋全坏掉了 散发着难以形容的恶仇 她认为这些鸡蛋一定已经放了很久了 可闺蜜却告诉她 这是她昨天刚买回来的 空荡荡的厨房里只剩下了两包泡面 小美把面煮好之后 决定明天离开之前要去帮闺蜜买点吃的 吃完晚饭后 小美来到浴室洗澡 浴室灯突然熄灭 一道猙獰的鬼影在她身后一闪而过 小美不敢再洗下去了 她回到卧室里 闺蜜正在点着蜡烛画画 看来整栋房子都停电了 她一家还有一个陌生男人的照片 闺蜜告诉小美这个男人是画家的好友 男人曾经爱上了一个名叫母一的乡下姑娘 他们两情相悦 男人还买了一对戒指作为二人的定情信物 然而好景不长 男人在父母的安排下和一位富家小姐结婚了 但她仍旧深爱着母一 妻子阿红一怒之下 命人对母一百般折磨 并且用硫酸毁掉了母一的脸 母一不堪受辱 没过多久就上吊自杀了 小美听完这个故事 不禁有些怜悯母一 一滴鼻血忽然落在了照片中母一的画像上 小美连忙迎起头 但是却什么都没擦到 照片上没有血迹 闺蜜也不在房间里 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是小美一想出来的 小美提着灯走出卧室 前方走过一道模糊的人影 她顺着人影离开的方向 来到了漆黑一片的室外 然后看到一个百姨女人从二楼的窗户套了下来 小美壮着胆子上前查看 却发现女人落下的地方竟然只有一座雕塑 一只藏白的手突然抓住了小美的胳膊 并给她戴上了一枚戒指 小美皱然惊醒之后 根本来不及思考太多 就发现鬼迷浑身抽出 并且还发起了高烧 她立马找到附近的市场 在一个毒烟老太太那里 买了些可以退烧的药 老太太看到小美手上的戒指 后突然变得十分慌张 马上走不及时 我感觉不及时 从来一直在探测 我感觉不及时